一人入園期 2016年和音樂人袁維仁 結束14年的婚姻之後 她變成單親媽媽 靠著團購生意和演藝工作 養育一對兒女 那在這一段婚姻中 袁綺姐有學到了哪些 是你嗎 有有有有有 我覺得 離婚的夫妻啊 他們沒有辦法走到最後 兩個人都要負很大的責任嘛 可是在這15年的婚姻裡面 我學到了一件事情 很重要 我希望每一個女人 每一個女孩都要記得這件事是 千萬不要為了你的婚姻 或你的孩子放棄你的夢想 絕對不要 你應該是跟你的先生 跟你的家人協調 大家怎麼一起去照顧孩子 既然大家都愛孩子 那你千萬不要為了家庭 跟孩子把自己搞得邋遢 跟把自己的夢想 說想說先放在哪個抽屜裡面 孩子大了再來打開 沒有的 因為你再去打開的時候 你先照照敬服 你都沒有照顧好你自己所有的樣子 你沒有照顧好你的身體 身體 跟身材 你的夢想不會回到你手裡 因為你的年紀已經有了 記憶最深刻最深刻的是 我要決定離婚的那一年的暑假 我帶他們兩個出國 然後我在游泳池旁邊喝多了 他可能看我情緒不好 他去背我 然後讓我在游泳池裡面 就這樣飄啊飄 他就是唱歌給我聽 叫我放輕鬆 我那時候覺得我身邊有人陪 阿比妹妹說 每個禮拜一跟禮拜四 晚上七點半 台灣大搜索頻道 不見不散